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就是英国每日邮报 开始讽刺北京的一个酒店 这个事挺有意思 我先给你读这段话 据英国每日邮报 6月12号报道 说就北京这酒店 当人们看到这雄伟的建筑设计 奢侈的大理石楼梯水晶吊灯的时候 一定以为自己置身于法国乡村的庄园大厦 实际上这场景却发生在北京郊区的一家酒店 这家酒店把法国十大贵族城堡之一的 拉菲特之家城堡搬到了这里 我先给你看照片 这是塞纳河畔 法国这个十大贵族城堡之一的 这个拉菲特城堡之家 1651年建成的 中国有它的复制品了 中国某房地产开发商 被该城堡吸引 决定用其图纸建造一座复制品 你看下边 这个地方好像小田也曾经去娱乐过 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去那个什么吃过早餐 吃过早餐 专门去吃的早餐 这就是北京郊区的这家酒店 再看下边 这不能说复制啊 差的很多吗 这个很多都不一样吗 据说反正是一比一的 实际上他这个呀 他有有这个版权还不容易呢 他那个还是怎么样 专门去跟那个庄园的老太太谈过 老太太同意啊 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复制啊 他们一比一比一的就给 那是照片拍的角度不好 反正照片上看不下 其实挺大的 咱们中国人民现在都尊重版权了 无盗版了 你像那个广东现在建的多少亿 那个叫五旷哈什塔特 奥地利最美的 就全世界最美的小镇 你记得咱们说过吗 那个镇长都来了 英特拉根 签和约了 对对对 还有小火车 英特拉根你说的那个 是不是广东那个 对对对对 就一个叫五旷的这么个地方 大国企啊 说在这建一个小镇 尊重版权了 人家镇长来签约 就说弄吧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什么哪 反正中国现在这是一个风 我跟你说 我就不同意英国人 要不说凤凰应该经常啊 花钱派我出去转一转 我这个一个一放宽眼界以后啊 我对中国的很多问题都能宽容了 多能理解了 真的就是说 我们中国这么搞啊 我觉得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 就像美国一样 这个城堡啊 在欧洲就叫城堡 到美国就叫迪斯尼 我们都因为呢 我们这个中国中国文化啊 那些古老的东西啊 我们也没得说 这个炎黄孙子们呢 都给弄没了 你没了就是没了嘛 没了你要考虑问题 你的文化 你要在这建起一个美丽的东西 美丽的东西 要有文化做基础啊 对吧 你我这次到欧洲看城堡 那是漂亮啊 你说中国的东西漂亮 你给烧了 其实涛哥说这个 我挺同意的 我以前去那个 就我看那些复制品啊 看着觉得特别好笑 就是因为你首先 连天的颜色 都不是那个样子了 整个空气的味道 也不是那个样子 但是你就非常突兀 有一些这种欧洲的元素 然后就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 但是呢 我去了那些地方 首先他们都是这种旅游景点啊 我去了之后 我看到中国老百姓啊 好开心啊 真的开心啊 对 是真的美啊 我跟你说 这说明他们有这个需要 然后我们给他搬来了 又怎么样 没错 就是如果中国 中国有就像日本一样 人家一直妥善保存到今天 这个文化的这个文脉 当然你可以建中国的 日本也复制欧洲城了 他们有几个地方搞得完全 他们不过叫的名字很好玩 他把外国的别墅啊 叫艺人馆 艺就是奇艺的艺 所以我们奇装异服的艺 他把外国人啊 西洋景 他那个时候很排外的 就把外国人叫艺人 艺人住的地方叫艺人馆 你到现在的神户还有一个区 艺人馆 在那里参观 那那但那不是人家的本 人家有本啊 我们的这个本啊 他的本在京都 对 我跟你说 我就他们对中国文化说 什么发扬光大什么的 这是一种乐观派 我比较倾向于悲观派 什么叫悲观派 我认为是现实派 我认为没有的就是没有了 你比如说啊 这个我们在伦敦 对不讲吗 后来我又想起一个 张艺谋这个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和英国奥运会的开幕式 你知道最本质的不同 是什么不同吗 最本质的不同啊 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假的 为什么我跟你讲 英国弄这个田园风光啊 他在体育场里弄几个田园风光 可是我告诉你 你到英国的郊区 到英国的乡间 他的那个田园风光 比他体育场里弄起来的 更漂亮 你没问吗 他弄出来的 还没有他真正的漂亮的 所以他展示的任何 摇滚音乐 他展示的任何一个文化 不是骗你的 是真的 现在就在 要看可以看 可以去验证 中国的这个开幕式 你需要在这个历史长河里边 去追溯 没错 找一帮的摇头晃脑的 在那读孔子的轮椅 请问13亿中国人 现在有几个人 你能念论语 现在四环五环 塞车的时候 车上都在读论语 读什么论语 就是读我们的这个三四经 你不知道吗 现在这个国学 现在你知道大同 花了好像上百亿 重建整个旧城 这个有听说 然后多少居民 全部要搬走的 就市长一拍脑袋 开封也是这样 也都是上百亿的 现在中国 你完全忽略掉 中国现在文艺复兴 这个热潮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薛老师 你既然讲 你刚才想说什么 没有 我在说 他刚才讲 那个大同 那个事情 实际上很有争议 有的人也是在赞 说就应该这样子 他这个样子 每天拆一万多平方米 文艺复兴 但有的人呢 就是薛老师这个观点 就觉得 好像是太过了 就是像涛哥讲的 没有的就是没有了 你面对现实 我很矛盾 我很矛盾 从住在里边的 居民的角度来讲 他们被迫要迁走 他城墙一迁起来 里边这些居民 全部要搬走 你要变成一个 宋城或者是一个 什么什么 更早的城市 从这些居民的角度来讲 那是挺愿的 对不对 你怎么来安置他们 或者把他们搬走 谁不洗 谁都希望自己是怪水土 但是我不知道 说不定他变成 一个个大规模的平遥 从文艺复兴 有时候形式决定内容 我自己悲观论的看法 那是旅游景点 永远是旅游景点 他跟老百姓的生活 不在一起 真正的东西 是人一代代住过来的 活下来的 积累下来的 像那个都江燕 其实那就是真的一个 有人能情调的一个地方 他都江燕到今天一直在用 对 他一直在用 立江就还行 立江就是一直有人住 所以他那些 他其实就是一个 真和假的一个问题 他如果是真的 他就是感人的 感人的东西 我们是应该去尊重他 保护他 然后把他留下来 而且这个你多少钱 你都买不回来 所以咱们在英国的时候 我就都说 我说你有钱可以盖大楼 但你有钱 你能种起百米高的大树吗 或者那有百米高 五十米高的大树吗 这个东西 现在中国人有钱了 一有钱了 立马就发现了 钱买不到的东西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 就说你钱 你可以在这儿 北京郊区复制一个 拉斐特之家城堡 可是那个真的 你永远顶礼膜拜吧 那不在你 主要是树长得太慢 它不在我们的任期内 我们五年两个任期里边 树长不高 对 大楼起的高 以后下发明的那种 这种树可以在任期内 长的树 对 不光是树 不光是树 还有这个 就是人文的建筑 我就说这个城堡啊 我下边要给你们介绍 我在法国卢瓦河谷 看见一个 我觉得最漂亮的城堡 咱们在英国也看城堡 我觉得最漂亮的 香坡城堡 这个城堡啊 它建了几百年 包括米兰大教堂 咱们说米兰大教堂 建了五百年的一个建筑 会是什么样子 这让中国土编 好好看一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灵污染 灵污染 岛国新西兰发生逾奇事件 特级污牛慕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这个咱看看这个真章的啊 法国卢瓦河谷 有一个香坡城堡 你看人现在重视中国游客 印的都是中文的都有了 都有 但是写的都专门对中国游客写的 你知道吗 说年轻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在1519年开始香坡堡工程的时候 年仅24岁 与此同时 明朝正为了兴建艺术工程 而对中国百姓实行科政 拉萨的布达拉宫 就是这个时期建造的 你看人家写的这个 反华之心 反华之心不死 来我们看看 我所爱慕的香坡堡 它跟英国那种大石头的城堡 真不一样 我知道 那个达芬奇就地道 走到去建国王 远观 你看 这个下一张 你看 你再近看 它这么样的奇异的 这么多的角楼塔楼烟囱 各个形状不同 你再看下边 再看 这是这个 你看它注意 它都有个半拱形的 交织而成的 这么样繁复的这个塔 可是实际上 你看着并不觉得繁琐 你觉得就是 很艺术 你再看下边 这是这么多的 上面的建筑 我一说 多少房间 好像400多个房间 你再看下边 那天天气也好 你瞧瞧 这法国的云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 法国城堡附近的庄园 它开阔 人工的 把这个数捡的一个个 都跟圆球似的 都是典型的法国圆里 然后你看 这是文艺复兴时候的房顶 注意 里边的那个楼梯 这是个双螺旋梯 据说 是采纳了 这个达芬奇的设计 这个双螺旋梯 可以造成一个什么 两个人 就国王和他的情妇 如果沿着一侧楼梯 往下下 假如半道上 下楼梯碰见他王后了 他这个王后 只能在对面 看见他 但是过不去 别忘记 你看这典型的 文艺复兴的拱顶 这是他的徽章 这是他的标志 就是荣原 弗朗索瓦一世 吐火的一种怪兽 那看下边 这是一般是狩猎用的 就展示狩猎的场合 来 再走 这是我们看的 最后一个 那天看的最后一个城堡 已经关门了 就是河的对岸 看到的这个城堡 就是达芬奇死去的城堡 达芬奇就在这个城堡死的 达芬奇他不是死在 那个斯兰西斯一世的 这个怀里吗 对 就是一个传说 达芬奇住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地道 通向你刚才讲的这个城堡 香博堡 通向香博堡 那个我去的时候 冬天 他开放时间很短 游客非常少 他在那个很漂亮的 如瓦河的那个边上 他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那个灰白色 他的Chateau啊 我曾经在香港住过个地方 那个地名就起了这个名字 这个Chateau这个法文 总能在酒上面看到这个字 后来我跑到那边才知道 我们的感觉就是说 他不像德国的城堡这么出名 德博呢非常宣传 比方说那个莱茵河边上 都是山上的那种城堡 现在天鹅堡就是 那个迪士尼人就是copy德国的 天鹅堡中国好几个了 新天鹅堡 就是那个抄那个德国的那个 其实那个历史很短的 里边是铁柱的 那天鹅堡 他这个是很早的 法国的都是项目 其实没什么稀奇 他是皇帝的行宫啊 等于我们成德山庄啊 我们成德山庄当然也很漂亮啊 他是一个皇帝的行宫 他跟英国跟法国有点不一样 跟英国跟德国的 德国就是他的一个领主 就是给他的一个公爵 一个侯爵 日本人买了他几个最漂亮的 在莱茵河边上 日本人买了他一个非常漂亮的 你看我看英国的这个城堡啊 你没事 我也能审美 我也很喜欢 我觉得他就是 反映英国人实在 他就是碉堡 他就是个剧情的碉堡 大实讲的是爱丁堡那种 爱丁堡皇宫的那种 我倒是觉得呀在欧洲 不管是城堡还是教堂啊 看完了欧洲大陆的以后啊 多少有点审美疲劳 我现在开始欣赏英国的了 那种古朴典雅 有力量感 对 有力量感 所以实际上 但是法国这个啊 就属于这种精致文化呀 对对对 到了极致 你看城堡的实用功能 已经没有了 完全是弗朗索瓦一世啊 他征服了 他打下了意大利的很多地方 对对对对 所以他要炫耀 你看我多牛 我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风格 甚至是达芬奇1519年好像是 来 来 他们在达芬奇留下的草图里 发现了这个双螺旋的这个楼梯 包括这个这个 多么有力量的这个这个拱啊 所以我就说一个城堡的魅力 你以为光是这些砖石瓦块吗 你以为光是有钱 咱在中国附建一个 咱就能有 他这个里边附着的 你比如说 这就看出漫工出细活了 弗朗索瓦一世啊 本人没有看到这个城堡的 他只是提出了这么一个构想 开始建他就死了 这个城堡建了足有 好像500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世世代代的国王 贵族住在这里的人 不断的修 不断的建 你想 中国的现在做家具的 对外出口的 有个基本概念 就把活外的家具啊 简单的分成叫欧式跟美式 但他们讲的欧式呢 其实就是法式 所有的中国的欧式家具啊 都是都是瓦萨奇那款 全是奢华的 你知道就是你刚才讲那块 所以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有意大利的 另外一套风格 也不知道德国 更不知道英国的 所谓中国人 现在一讲欧式 你什么家具 欧式家具 徐老师这说的对 我觉得中国人呢 是有很强烈的 这种法国情节的 比如说你想想啊 为什么所有的地名 法国的地名 永远是最美的 什么香榭丽社 什么爱丽社公 对吧 很浪漫的 那你美国的英国的 什么的就胡乱起一个名字 反正是那个意思就行了 唐宁街 没错没错 还真是 还经过中国的文人的翻译 风大白露 对对对 因为那多多漂亮 香色里线 你看 这同样你这个 伦敦的节目 牛精节 所以你看 这是建讨出来的 都开始帮法国说话了 没有 确实是这样子 你体会这个中国人的 这种心理的话 法国情节 是 中法两国 其实真有点像 是吧 都讲究这个烹饪啊 烹调啊 而且实际多少 都有点烂七八糟 你知道吗 我倒喜欢英国 我是想说这个很注重家庭 你怎么说是烂七八糟 你还别说 真的 你说注重家庭啊 英国人比较含蓄 实际英国人和德国人比较重视生活品质 法国呀 我就发现了 你不能光看巴黎 你到了他的农村 乡间农民呢 他其实生活有点烂七八糟 但他跟英国不一样 英国人比较讲究庭园啊 精确一点 法国人基本上 钱主要花在哪啊 穿的和这个吃的 这都是出门的 但是就在鲁瓦河边上 你随便一个小村庄里 你要吃东西 都来给你三四盘的 没有任何快餐的 他们就吃的嘛 对不对 像在意大利就不会有星巴克一样 你说意大利 待会咱再说说意大利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感恩四百万 彪汉李玉 回馈每一个你 东风日禅 这条河 这个镇 创造了中国 酱酒传奇 古镇老酒 上片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酒 我在招近时间给你们看看 米兰大教堂 也是建了五百年的大教堂 世界五大教堂 你中国多少钱 你给我买一个米兰大教堂 是吧 这只是个立体的雕塑管 立体的博物馆 世界第二大教堂 对我们可以看看 咱们五秒钟一个 这是暮色 西洋的时候 我们刚到的那天 你看 这几百年 就这么这些雕塑 你觉得都是 满墙都是 这是正门的地方 门 这就是一个大铁门 那是大铜门 就光门上的雕刻 就这么样的细腻 把整个圣经故事 这是内部 你看内部这两侧 挂的都是大幅油画 这是米兰大教堂里边 你瞧我拍的 有点意思吧 你看那修女 这内部的一个雕塑 这都让人想起 达芬奇画的那个人体 哎呦 这个玻璃窗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 这个彩绘 这个玻璃窗 它这个窗上面 这个油画的水平 跟平常在别的地方 看的不一样 你瞧 这是玻璃窗 玻璃上画的这个画 能够画到这样的 这个细腻 你再看 顶 一个顶上一人 这叫什么 大家看一下吧 你看满墙都是 米兰 我觉得这个真是 就是只能探为观止 我在这个米兰教堂下面 想的问题 这是 我就说这是米兰的大三八 挺像的 米兰的大三八 但是你看我从侧面看 这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 修了五百年 修了五百年 这历朝历代的这个修 你看做的多精致 没错 这个雕 你看这个雕刻 所以我说你看不完 因为它都是个 实际上你说欧洲这些教堂 我觉得它们每一个教堂 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主体 和自己的这种思想 和内部的这种逻辑 每一个教堂 从你远处看到它的 那一瞬间开始 它就在给你展示一个故事 就把你带进一个 这个环境里边 它的这个主题不一样 但是呢 无外乎就是那些什么 末世审判呢 什么要去救赎啊 像这个欧洲大陆的 下面那个 因为是天主教嘛 更多他们实际上是 focus 就是在这个圣母玛利亚 就是这个圣母 为了这个拯救人类 他是这个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说就会注重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他甚至是注重什么细节 他们会解读这个圣母玛利亚 他的眼睛 是闭着的还是睁着的 看天的还是看地的 他抱着这个圣子 是在上方抱着的 还是在膝盖上抱着的 他的手啊 是伸向人类的 还是指向他的孩子的 不同的含义都是 哦 这个 我的感触就是说 几百年 这有多少人 他们一辈子 就在位列上面的 一个两个雕塑 我们这一辈子 价值观变了多少次 他们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 他得相信这个东西 永远有价值 好不容易啊 就是我就说啊 有一个 为什么今天的艺术 越来越完蛋了 它有个很大的区别 越神的和越人的不一样 那个时候取越神的啊 你这个创作的感觉不一样吧 今天是取越人的 是吧 什么今天的节目都是取越人 取越人只能越做越辣 你说什么取 不会啊 人性也是永恒 你越人还要分呢 有的越人是越上啊 越君主的 还有越老板的 说得好 越游客的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那是人啊 可能又是永恒的 他那个愉悦的愉悦 对啊 就是献给上帝的 你知道吗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他的这种教堂 是为了献给神的 就像中国古代的青铜器 他是祭祀啊 他献给祖先的灵的 这个状态啊 和现在不一样 你知道吗 但是还是这些教堂 可惜了 这个要修那么几百年 很多人就是眼睁睁的 天天看着他 但看不了成全 现在还有人想盖房子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喜事录 所以我就没有 古井贡酒特约之 《枪香三人行》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赞助播出 纯正原浆 手工酿造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中文台 西安楼冠文